Coco早餐 今天的崭新观点看两岸 我们非常谢谢来到现场的 然后到肉等旅渡中国杂志的企划主编 邝介文先生 介文早 Coco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要跟大家预告 今天这本书是 你非留存不可的 如果你是正在恋爱当中 或是正在准备恋爱 或是正在失去一次恋爱 寻找下一次恋爱 总而言之 人生必然要有爱 那恋爱教室 就是这一期的主题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赠送这个杂志给大家 通关密语随便你 跟我们的主题有关的名字 都可以写进来 好 这个是0976518518 是我们的简讯 您可以传进来 这本杂志非常漂亮 只是我要问介文 你们不是on the road吗 那这一次为什么没有on the road 你们这一次的road 是去寻找历史吗 回到过去 其实我们这次的road 是另外一条路 因为毕竟大家知道 我们叫旅读中国 旅很重要 阅读同样也很重要 那我同时觉得呢 其实你自己去旅行 那会不会迷路啊 或天气怎么样啊 语言通不通啊 这些都还是其次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懂不懂得 这个国家民族 它的性格 它是不是有一些礼俗啊 有一些禁忌是你必须要遵守 或是你必须要规避的 是 那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要怎么 最快速切入一个种族 它的性格呢 其实就是透过文学作品 对 很重要 而且是经典作品 对不对 你说像刚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对对 昨天刚揭晓 那就把那个英国的 有点像这个 杰奥斯蒂你所写的这个 这种阶级意识 对对对 那作品内容其实很像啊 对没错 尤其常日将近还写到英国 跟美国之间的民族性差异 还有这个战争啊 对啊 还有这个战争中发财的人啊 或者是得力的人 等等对不对 好 这个借文告诉我们 因为借文自己是读中国文学系的 是没错 好 今天我们要翻回你的专长了 但是这一次是 为什么写的是 曹雪芹跟杰奥斯蒂 你刚开始讲这个曹雪芹的时候 可能大部分人在台湾 最近安逸惯了 都会想到红楼梦里面的 吃喝玩乐 对是没错 我们今天也有一小部分 在介绍红楼梦的玩乐 对 对其实为什么会做这个题目呢 其实主要就是 今年刚好是 Jan Austin的200周年逝世纪念 那刚好这个月呢 英国就把他们的 最新版本的英镑纸潮 换成这个Jan Austin的肖像 哇 终于耶 对啊 因为这么伟大的文学家 好不容易终于出现一位女性了 对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在想说 在中国文坛有哪一位作家的地位 或者时代 或者写作内容 写作风格 跟他类似的 所以我们就想到曹雪芹 好 为什么呢 对 刚好曹雪芹就是在 在他过世一段期间 马上就是Jan Austin的出身了 所以他们其实年代算是相当相似 那另外呢 他们的写作主题 主要围绕在家庭啊 婚姻恋爱 男女的青少年成长史 这样子 那但是呢 他们风格其实并不尽相同 因为Jan Austin 大家知道 他其实写作的文笔非常犀利 对于里面的 有一些稍微带一些反派 或者是有一些 比较中性偏一些 丑角的角色呢 他真的是不吝惜给予这个讽刺 然后嘲弄等等 但是相反的曹雪芹他的文笔非常包容 虽然说红楼梦这么多角色 有些角色你当然会觉得说 你看不习惯 然后觉得 姐姐怎么那么讨人厌 但很奇怪的是曹雪芹在写他的时候 真的充满悲悯 就觉得 这世界上就是会有 就是一样米洋白种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我们应该对 所有的形象的人物都充满同情 好 那刚才你是写这个 从曹雪芹跟杰奥斯汀 曾奥斯汀的作品当中 去 去学恋爱 对 讲18世纪的女人 到底是如何得到她们的婚姻 好 这些女性的主角有哪些 太厉害了 你这个 把这些女主角们的 连她们的每一个人的性格 对对是 她们的星座 对 我觉得其实红楼梦跟杰奥斯汀最厉害的 这都你一个人弄的 对对对 我现在不要讲话了好不好 你把你的这些所有的作品的男女主角 她们怎么谈恋爱 她们的恋爱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 甚至于这个 红楼梦跟这个 傲慢与偏见 杰奥斯汀的作品的原作不叫傲慢与偏见吗 一开始第一版本的时候叫第一印象 是吗 对对 出版的时候就拍了 但是这几部 这两部小说其实拍成电视剧也拍成电影 是 这么多年来 两百多年来 就为什么大家就偏偏选择 她不断的翻拍 甚至杰奥斯汀 她其实大概每隔二三十年 就会卷土重来一次疯狂的狂热 像九零年代那个 李安导演拍理性感性的时候 那时候BBC又推出了傲慢与偏见的电视剧 是 对然后那一阵子好多电影 好多电视剧 然后舞台剧 全部都轮番上演 这样子 好 对那为什么这两位的作品 可以读两百年之久 历久不衰呢 其实就是因为里面的男女恋爱的模式 跟现代人有点像 嗯 对不对 其实像杰奥斯汀 那时候最畅销的小说是像简爱啊 咆哮山庄等等 那里面的男女主角通常都是一见钟情 然后就甘柴烈火 然后爱就爱上了 这样子就觉得对方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 那但是呢 杰奥斯汀的作品里面的男女 通常都是经过不断的跳舞啊 散步啊 聊天啊 讨论文学啊 讨论艺术啊 嗯 你才能够够了解这个人 他脑袋里想的东西 那他的品味跟你是不是相仿 是 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合适 我跟他走完一辈子的对象 嗯 所以为什么 其实我们像我们最近有一部电影 这几年 这几十年有一部电影 BJ单身日记系列 它的灵感就来自傲慢与偏见 哦 是 对 为什么杰奥斯汀的作品 可以不断被翻拍成现代版本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他其实有很多现代元素在里面 嗯 好 那这个 嗯 先就他们两个人呢 在这个同一个世纪 差不多 嗯 出身的作者所描述的 其实有一点点的就是 他还是蛮大家庭 而且他算是上层社会 对上层社会 对 那这个上层社会里面的红楼梦 嗯 通常我们知道的贾宝玉 跟林黛玉 跟薛宝钗他们之间的三角恋情 对 三角恋情 请问你贾宝玉 到底喜欢的是谁呀 当然大家会觉得贾宝玉 喜欢的绝对是林黛玉 嗯 因为其实里面有出现很多很多 他跟林黛玉在讨论 像讨论文艺啊 讨论宗教啊 讨论文学等等的对话 嗯 那大家就觉得 哦 透过这个聊天讨论 互相了解之后 他们两个才应该是灵魂伴侣 才对 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灵魂伴侣 对对对 从上辈子开始 对对对 他们没有基辅之亲 对完全没有 在小说里 对 贾宝玉其实一生只有跟两个女性发生关系 一个就是他的丫鬟 西人 对 在他这个 但是曹雪芹 有人说曹雪芹所描述的贾宝玉 有一部分是他个人的人生经验 对不对 特别是他跟丫鬟啊 对对对 其人之间 就是他让他进入男 男孩子进入男人的那个人生体验 对这个过程 是不是 是 其实在那个世代 好像很多这样的这样的实力 不是吗 对对对 其实他们对于一个大家公子哥儿来说呢 他们最方便的 真的身边的女性 真的我有这个 他教你成长 对是没错 等于是一个姐姐跟兼妈妈的角色 就是好像保姆一样 那这个恋爱教室里面 其实贾宝玉跟林黛玉是悲剧啊 是没错 其实我觉得跟薛宝采也算是一个悲剧 对 可是薛宝采跟贾宝玉还有 一个实际上的名分 对 那是因为就是被指定嘛 对对 但是后来贾宝玉跑去做和尚了 对 他究竟有没有做和尚 没结论 对对对 是 那他其实最后的画面呢就停在 他就是剃了头 剃了光头 然后跟他的爸爸下跪一拜 对 就是停在最后的画面 那就是他的一生 其实是在文学 诗词 嗯 艳影 跟女性 嗯 就是爱当中啊 是没错 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多情种子 对啊 是啊 所以除了《红楼梦》里除了贾宝玉之外 还有很多的呃 这个男男男女女 这种然后呢 也里面有肉欲的情感 然后也有那种 必不得已的婚姻 两家人联姻的那种情感 然后也有像贾宝玉跟林黛玉 这种真心的灵魂伴侣 对他把林黛玉出现在 就让爱情还是有想象 就永远有灵魂层次 其实里面应该多多少少 还有隐含层次的多批吧 对是啊 不过以前可能不觉得多批 是什么样 什么一件事情 邦杰文很厉害 他把这个各位用讲的 实在讲不出 所以然来 因为他 你们这些插图啊 都是你设计的吗 是啊 这是我们请 厉害的插画家来画的 所以你告诉我们 你所做 你们这一期做的恋爱教室 Jan Austin跟曹雪芹 总共有多少个单元啊 总共有五个单元 其实是德智体群美 分成五个单元 就透过这五欲均衡发展 来了解18世纪女人 到底如何抢男人 好 德智体群美 各位 明天起有四天假期 你可以好好研究 这个恋爱教室 看看你要做 这两本小说里面的哪一个 你喜欢哪一个 我小时候喜欢薛宝采 但是我现在长大 我还喜欢林黛玉 你好快逆哦 不错 我从来不想做林黛玉 然后呢 然后长大之后就觉得 在这个社会上 林黛玉这种人才太难得了 每个人都是学宝采 然后呢 曾奥斯汀的这个主角 曾奥斯汀反而我相反 我小时候很喜欢感性 这个角色 玛丽安 对 那长大之后 我突然能够理解 这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些理性 就是 曾奥斯汀的 傲慢与偏见里面 有理性与感性 但是他跟 他们谈恋 也是 忽远忽近 是 我们讲完了这个 贾宝玉 林黛玉 跟薛宝采 等一下看看 傲慢与偏见里面 这个英国的 18世纪的女性 她怎么去掌握 她的爱情 这个德智体群美 究竟怎么样去发挥的 太厉害了 邝介文的 中国文学系的 这个训练 让我们政大 还蛮有光荣的 谢谢 立刻回来 各位听众 这一本书 非常非常的难得 好看 他们的编辑团队 好认真 令我无限的佩服 要赠送给大家 0916518518 你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刚才讲到的 所有的任何一个人民 或者是这两本小说 当中的人民 我们就会赠书给您 或者是你自己去买来阅读 一本才 恋爱价129元 所以为了10月 光辉10月 你们自有点降价 对 其实就是 抛手了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接触 文学作品 所以不管你是现在恋爱中 或是正要去恋爱 买一本书 然后两个人一起看 一起讨论 你的恋爱就可以加火 你看我们的制作人 易平就准备好好看了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得志 体群美 最后10分钟 拜托 其实你谈一个恋爱 当然就是德性 当然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喜不喜欢一个人 是品性 真的是 比如说我觉得台湾人 每次择偶条件 第一个就一定要孝顺 感觉好像是这样 每个人提到他们择偶条件 都是跟德性有关 那另外呢 智力 其实你们两个人 能够谈话在不在同一个水平上 然后你们喜欢的东西 品味是不是相仿 其实这也很重要 那更别说美了 但女为乐极者容 男生也是 现在这每个人 都是要把自己打扮美美的 那另外呢 就是你在喜好文艺上面 你必须要相似的品味 所以我们就分别 从这五个方面 来了解我们18世纪女性 她到底是怎么阻碍的 好 那其实呢 像18世纪女性 大家知道 在大观园里面的 每一个女子的十二金钗 每个人几乎多才多艺 这个又懂什么绘画 那个又懂弹琴啊 又懂什么中药 甚至薛宝采 就是又懂中药 然后又懂画画 然后又懂这个命理啊 又懂文学 什么都会 那其实呢 在英国也是 在18世纪末叶的时候 他们很新奇 就是贵族一定要把女子送去学校 那送去学校 一定要学什么东西呢 最主要的两个必修科 就是音乐跟绘画 是 对 所以几乎所有的上流社会的女子 在那时候呢 一定要会这两个基本才能 那另外像是 譬如说你一定要学法语 西班牙语 或跳舞啊 然后女工啊 刺绣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的基本配备 对 所以其实 虽然说以前的婚姻 就是父母之命 没错之言 但是也难保不会 双方家长在 讨论将来 儿子女儿的婚姻大事的时候 通常会讲说 我家女儿都会怎么样怎么样啊 都会画画 亲戚书画 样样精通 这些呢 无形当中都会在你的婚恋市场上呢 都有加分作用 是 对 所以其实呢 在十八世纪那时候 甚至英国呢 不止上流社会 那时候已经慢慢开始出现中产阶级 就中产阶级虽然没有那么多 余裕 送女儿去学习 但是呢 就至少你这音乐美术 你至少会一样 是 好 这个是 当然就是这个 红楼梦里面 因为他们都是上层社会嘛 所以他们的女性 虽然不到学堂去 可是他们就会专攻那个女 女红吧 就是那一类的 那这个 你不要看红楼梦里面的丫鬟 也都一个个的 对 十八般 丫鬟在里面耳濡目染之下 他们也会这些东西 对 像秦文非常有名的 就是帮那个贾宝玉 他补了一件衣服 对 很厉害 然后他 其实贾宝玉对每一个这个 丫鬟 其实他都有那种 如母之情 就好像姐姐一样 对 所以其实 曹雪芹厉厉害的 就是他不只写爱情 他写各种的情 虽然贾宝玉面对情文 他可能不是真的 真心所有的 我们现在狭义的定义的爱情 但是他也有另外一种情感 我们恋不情结吧 因为他们家族太大了 妈妈管不到他 好 其实红楼梦跟 李姓雨感性都拍成电影 也拍成电视剧过 是 然后甚至呢舞台剧 也都有 还有林怀明的舞剧 现在舞剧也有 好 就是那李姓雨感性呢 更特别的是 那当然他主角就是一个理性 一个感性嘛 那这个理性与感性 他可以融合吗 那这里面有两个主角 对 艾利诺跟玛丽安 当初李安导演拍成电影的版本 是艾马汤普逊跟凯特温斯雷 分别主演这两个角色 对 那我 这个呢 是我自己特别钟爱的小说 就是 真奥斯丁大家的小说 最记得一定是傲慢与偏见 你是想做书中的那个男主角吗 对 虽然他有点木讷 但真的最后还找到真爱 对啊 就很希望可以变成这样 没有啦 那其实最后呢 李姓雨感性 他们在结局的时候呢 就分别找到他们自己的中庸之道 这理性 里面那个理性是 一天到晚要介绍人家这个男朋友女朋友 不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另外一个小说艾马 哦哦是艾马这部电影 对对 理性与感性 理性与感性 他对于爱情的这个 态度 抉择的态度 对对是 那最后呢 结局的时候 理性也朝向了感性靠拢 他知道就是在爱情的时候 势必需要有点激情成分 所以跟那个男主角 不要这个老是 对了 眉目纯情 对对没事 对 这样永远找不到真爱的 那那个时候的女性呢 有的时候我们都以为 18世纪是媒妁之言呢 对 但其实在英国呢 女性是拥有拒绝的权利的 通常呢 他们求婚是怎么求呢 就是男女双方 先私底下约定好了之后 男性再去这个女方家里提亲 什么意思呢 那他们 嗯 不是父母媒妁之言呢 就对 男女双方自己是私下 他先可以有个婚约 然后再去提亲 哦 是 但当然就是 对 先见面 那但是一定要是提亲过后 确定了家长同意之后 我们才可以结婚 像这些小说 像红楼梦 他在中国的中华文化的传统文学里面 他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于他里面有建筑 有美食 有文物 有这个人际啊 甚至于还有朝代的演变 对 法令规章 对 那这个 Jan Austin的作品呢 Jan Austin的作品呢 很奇怪呢 他完全是规避这个所谓大环境的部分 像那时候呢 就发生了英法战争 在他作品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战争这件事情 对 其实有点像张爱玲 张爱玲也是身处在乱世 但是他也从来不写这件事情 张爱玲在二战 他好像到哪里去 他那个发生空袭 只有一句话就结束了 对 所以他都写得很隐晦 完全就是把这个主题呢 聚焦在恋爱上 他本身 问题是 Jan Austin本身是一个 一生没结婚的女作家呀 是 对 但是呢 他怎么解释他对爱情的诠释呢 他其实一生谈过一次轰轰烈烈烈爱 然后也接受过一次求婚最后拒绝 对 所以他可能就因为这两次经验呢 就幻化成他笔下六本小说所有的角色 是 所以你的恋爱教师是要告诉大家 在这个假期的时候 我们去读《红楼梦》 然后又读今天Austin的所有的作品吗 对 他也可以互相参照一下 18世纪中国跟英国在两个不同的社会 不同文化脉络底下 他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人际关系互动 那结论会是 我们听众朋友呢 都是网络世代 这个素食时代会问你 那结论是我现在想要谈恋爱 或者是我现在有个喜欢的对象 我要怎么做呢 或者是我想去找一个喜欢的对象 怎么办呢 就完全就从得知体去美性 什么意思呀你 其实当然就是刚才讲的 第一要先孝顺是吧 其实当然就是刚才讲的 如果你当然就要精进自己才艺 各方面才艺 对对对那另外呢 就是其实里面有很多 记录了当时女性如何耍心机的小手段 耍心机其实还是 就耍善良的心机 善良的心机 爱情里面还是要欲情故众啊 是啊 然后你必须要知道 还要以退为进啊 对对啊 然后赶快solo你的 所有潜在情敌的资料 对要打打击退情敌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是这样啊 然后理性跟感性之中 怎么去调和 不要永远是理性 也不能永远是感性 如果你偏向同一方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 预时俱分 如果你太感性的话 对方可能受不了 对会吓到 太理性的话 对方会被你的冷却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 对他的有没有意思 可是你这样讲半天之后 我们听众朋友里面 想要找男女朋友的人 你也觉得 还是无萨萨呀 对其实恋爱这种事情 真的是个人有个人的 面对的局面 所以大家就看我们的杂志 我们半个小时 无法告诉大家全面 华健文告诉了大家 整个人类的巨著 你这一期一定要